我们不去了好不好 没关系 那你还不起床 起床 起床 起床了 快点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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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小爱 我呢今天准备要出发去斯里兰卡 然后呢我的行班呢是从香港去到吉隆坡 然后再转机去斯里兰卡的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 一整天我要花多少个时间才能到达滴滴 准备出发 但是呢 有人还在睡觉 看一下 我们对一下时间 看看总共要用多少时间的才能到达到的地方 我们现在时间多少来看看表 11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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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12点把算了 我们第一次呢就直接可以在那个出港澳码头到香港的机场 我们就要等那个巴士 我们这次呢就是一个满印航空 是怎样的航空手 不知道 我们体验一下 第一次坐 来到 Bording Pass 然后呢 原来阿门是要签证的 搞错了刚刚 幸好可以落地签 像说 熊嫩 阿门针舰要签证的 我下一票 对啊 可能怕进不去 进不去 那我就自己去了 自己去了 我去 上次我们不是飞海盗吗 因为香港飞啊 但是呢 那时候肺炎还没严重 至少那时候我感觉还是人满多的 但是呢 你看现在 空荡荡 然后呢 就是小猫几只 完全过安检不用排队 香港机场其实有一些Duty free的店呢 都已经不开了 就是不是全部都开 有些满 手信店的 那些他们都已经有在开了 就是关键店 我们呢 已经来到了紫苑坡的机场了 我刚逛了一下呢 其实紫苑坡机场也是蛮大的 还有蛮多名牌的 就我之前没有来过 啊不是 我来过应该是我十几年前 就很少很少的时候 所以呢现在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是起飞时间是三点十五分 然后我落地到现在这边 吃东西的地方呢 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就是我降落的时候是六点多 所以刚刚逛过来呢 逛了一点时间 因为我刚刚说那马应航空啦 是没有服务的 但是呢 就是要买东西啊 就是那个 等一下航空嘛 要再备一下买东西的 没有任何应用 所以呢要做马应航空 记得自己带好电影上去 不然那你四个小时就闷死了 另外呢就是 有一个很值得称赞的东西就是 他们的座位很宽 超级宽 它可以宽但是我跟他那么高的人坐上去 还可以那个怎么说那个 还可以翘脚 翘脚 对 非常宽真的是令我觉得 哇 比平常我们都做什么 平常做的阿门航空的 长荣航空啊 那些都要宽 所以觉得如果是 连在航空来讲 真的非常宽的 非常宽的一个 不足够 好啦我们吃饭 等一下再带大家逛逛吧 有时间的话 因为我们转机是三个小时 这个已经二到不停的吃 完全没有理过我整趟 飞机都没有理过我整趟 他们就是在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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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买了一个好处 掌握了 只有罗的机场 好善意的shopping mall 它都是一个私人空间的 看看一下 本机接收电子钱包 好厉害喔 这边雷信 支付宝 然后we册 然后paypass 都可以 然后收费呢 都是马币 10块钱 10分钟 20块 哎 这个是废话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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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如果是20块钱 25分钟你就好打 是废话吧 对啊 莫名其妙 刚刚呢我们看到有那个按摩仪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想进去做一下但是呢有个问题来了他要先下载他们的apps然后呢要登入就是你要注册会员然后还要你可以用我一新支付吗然后要先下载他们的apps然后呢要登入就是你要注册会员然后还要你可以用我一新支付吗 然后你要在你的微信钱充值在他的apps里面然后再扣钱就是你一定要成为会员然后一定要加钱进去所以你请问你这个东西放在机场里面你给旅客用的话如果没有现金要这个用微信钱或者是支付宝的话请问我怎么可能为了一次东西然后去充值了对不对 我们欠新幻谱终于来到 所以充值了 然后呢刚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过关的时候呢 澳门护照是没办法没办法落地签的 他说找不到澳门这个国家地区的落地签 所以然后就马上在网上申请那个电子签然后马上打印出来 真的很气笑欸但是我在我就是自己自己的网站是看到 自然可是可以落地签但来到这边是不可以落地签所以呢我这是非常常理的建议 一定一定要落地签OK anyway 总之我们就已经顺利了我要寻你出来 现在这边呢是 十二点半了 这边呢跟澳门那边的时差就有两个半的小时 所以澳门那边是三点 算一下我们今天是十二点钟出发 到这边我们用了十五个小时看它是很累的 哦好累哦 anti-rave 我现在要马上回去睡觉 好累好累 什么明天再讲吧 就这样